我今天敢讲 我不相信马祖会叫哪一个人出来 参选总统 然后你一定会当选 我保证你会当选 因为你是要救人民 脱离苦海的 哪一个人出来从政的人 没有这个理念 没有这个理念你也不要从政 所以我觉得这些话不要讲 我听到人家讲这个话 我非常反感 我是佛教徒 我也信马祖 我从来不敢讲这样的话 因为我觉得我们不可以拿神明出来 骗人民 郭董 你如果讲这句话 我就挑战你 马祖没有托梦 叫你出来一定参选总统 出来救人民脱离苦海 我不相信 我直接挑战你 而且你如果出来参选 你用这样的一个目的出来参选 我每一天都会一问郭董 你出来参选的目的是什么 你凭什么讲你可以打赢 你凭什么可以讲 你可以把中华民国带到更好的方向 我觉得不要讲这些空话 我这一生我讲一句实在话 我这一生我最看不起人家 假借这种空的东西出来骗人 那国民党有初选我也觉得很好啊 谁讲说一定不可以有初选 但是当初我们是顺应民意嘛 我觉得我们到每一个角落去听老百姓的声音 国民党今天要赢 一定要听到人民的声音 国民党今天要赢 绝对不要玩花招 其实吴主席今天出这个 其实就是帮郭台铭在开路嘛 这也是一个花招 对我觉得是一个开路嘛 但是问题关键大家问到说 郭台铭什么时候开始起心动力要选总统 那国民党到底跟郭台铭是什么样的关系 国民党在做所有这些决策里面 跟韩国瑜是怎么沟通的 跟朱立伦是怎么沟通的 跟王金平是怎么沟通的 我必须要讲嘛 如果我们国民党 我们国民党如果真正要开大门走大路 请国民党讲清楚嘛 你们这些上面做决策的人 你们领导人出来讲清楚 我觉得对人民要有个交代 郭台铭今天这个叫特权